祖师讲的见性讲性 它是跟行者说的 跟行者说的见性 就是让你懂得 念念之间如何下手 行者但要下手 第一个它一定是约性中下手的 既然是约性中下手的行为 将来每个行为都是见性所用的 所以它就告诉你 怎么样在性中下手 常应用诸根 常应用诸根就是什么 你在感受上面 这也不是追逐感受 感受要是没有眼睛 比如见色 要是没有眼根 哪来可以见色想 所以你现在看到色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是根中的作用 你不能只是抓在色尘上面的 过去的夜感执着 叫做常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那告诉你 为什么而不起用想 你要是常常用这些行为的时候 根成其实就是一 对吧 你会启用想是在哪里启用想的 一定是抓着尘中 你才觉得有造作 想让你在尘中反谱 你能够反光于根的时候 刚开始你还是用 尘中的意识去解释根 所以尘中的意识解释根 你常常就会有一种错觉 你就会拿出原来 根中可以起成如是作用 会起成如是幻觉的 这叫作响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作响 因为你事实上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还是着重于现前的尘 所以你才会说 根中能够起成尘 那因为你有根中能够起成尘 将来你就算怎么思维根 根成永远是二 都是对立的 他叫你不起作用 小时告诉你 其实根成是意 根成就是意 因为眼睛见 眼见就是色 你虽然说色好像跟见是差别 其实全色是见 对吧 没有色你拿来见 你要说见指的色就是见 所以你要是在见色 就是你还在分别人 只有一个见可得 那就起作响 你要见色当下 你知道全色是见 事实上你在那个做 就不是过去众生的执着 你但要不是过去众生的执着 你眼前看到是成 看到是见 但你心中体会的就是根 但你体会的那个根 跟一般过去凡夫体会就不一样了 你体会的根 你会慢慢圆融那个作用 那个就是根成同合一的 叫而不起作响 所以你就不会起用响 你可以一样在不起用响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是绝体中初 我讲的是绝 但你要当下懂的是用根 绝体是用绝 虽然是在根中 根根成是一 但是一样分别一切法 它能够分别 是黑是白 是好是坏 你一定能分别 对不对 但是你能分别的好坏 一定是那个没有分别分别的 假如它是黑就不会知道白 它是好就不会知道坏 你能够骗之好坏 又能分别黑白 但事实上能分别那个是永远 它不是用黑白来量它的 不是用好坏来量它的 它是超越一切分别的 所以超越一切分别处 它其实就是起成分别式 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 也是中国古人的逻辑 你正能分别处 所以我就可以同时知道 你一定是站在心中 无分别的智慧 对吧 因为你站在无分别的亲近 你才能分别一切 你但要稍微稍作一点分别 你就是跺在分别之中的凡夫 跺在分别中的凡夫 它是不知道分别的 再黑它只能知道黑 再白它又只能知道白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能够分别的时候 它就能够站在亲近体上 它能分别一切法 而不起分别想 为什么不起分别想 它就不是跺在那种像想中 中国字的想就是像在心上 你可以知道一些像 但你着像在心就是流转 你着像在心就是流转 就好像镜子照射 镜子照射就是随缘现射 假如你认为镜子随缘现射 真有如是射可得 你就迷失了静体 就绝对迷失了静体 将来你要在静色上面 静色都在 但你不是住在静色的那个角度时 你就慢慢会发现 你就站在就是静体的作用上面 就完全不一样的作用 所以它叫做不起分别想 前面四句是要你下手的 你能够真正如是下手 每一天都能如是关 血火烧海底 你的念力之间 就在一切不起分别想的这种力量里面 那叫去力 我讲的结火叫去力 结又叫石波 对吧 又叫石波 就是那个石轮的石 时间的石 什么叫石 印机当前都是石 印元当下都是石 就在这个印元 每一个印元的差别处 那就是你结火石 什么叫结火 打明处就是结火 念力之间在如是打明 任其成现就是结火 烧什么海底 烧你世心海底 那为什么叫烧 叫烧干过去的世心造作 叫世心海底 风骨 山香吉 那任其 琴想 风骨 任其 种种 是 是真 是假 两山 互相 不断的 商吉 相吉的就是什么 不断的 你在里面 不断的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 互相撞吉 然后互相磨砺 互相七夕 你用尘来撞根 用根去撞尘 根撞尘知道全尘是根 尘撞尘知道全根在尘 这样互相相吉 但是这里面都是什么 这里面都是意识的作用 所以叫风骨山相吉 珍常 越是这样子 你越看到的是珍常 叫珍常吉灭乐 但珍常吉灭乐中啊 他一样放眼望去 一些意识作用 什么叫做根 什么叫做沉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意识之中的回头 什么叫做 当直下直下 直体的担当 他都清清楚楚 所以叫涅槃相如是 涅槃相如是 这后面就告诉你 将来能够常住真心之实 你念念修的就是珍常吉灭 但是珍常吉灭 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了 不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法 法尔都在 同时都在 过去你怎么见 将来还怎么见 就譬如说静的造色 你完全知道是静体时 你一样站在静体 任其镜色发挥 可是 再看静色发挥时 整体的静色是极灭乐 为什么叫极灭乐 因为你站在静体上 你就不是跺在过去 真的有如是静色之中的 一夜感的奔腾 你是站在静体上 你是明白一切 随缘变化的智慧担当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四句 虽然说这是在信上的文句 但是它是告诉你 如何下手的担当 所以祖师的说 祖师的文句 说法 没有一法 没有一个字 是不叫行者下手的 它都是叫你当下 直下去参 所以每一个文字上都要用的 你要长印 诸根用 对吧 长印诸根用 你不能老是抓着成像在造作 那懂吗 你视力是视力 像你站在决心上 就譬如看到静体 站在静体上看静色 静色的视力在 你不过就只是知道 像如是而已 你只是拿到像 像是什么像 就是视力 有一个视力的像 但它不是视力 对吧 就好像你画画 你画出那种风势 这种大海的那种气势 那不过就是画上的气势 它不是真有如是气势 将来你要是心中清静时 你看一切过去沉重的视力 都是如此 那你说 那为什么过去心 都没办法去体会呢 因为我们是着像中神 你说的视力 就真以为有如是视力 就长随它流转 但事实上 我们就算是凡夫 你在用到那个视力时 你的决心也不是视力 就好像你在 你在觉得黑的力量很强 你在觉得黑的力量不强 你可以觉得黑强 黑弱 但是事实上 你那天觉也不是强弱吧 觉强 觉弱的觉 从来不会是强是弱吧 可是你抓着 是强是弱的这感觉 仿佛才有强弱吧 但是没有这个 从来不是强弱的觉 你哪来那么多强弱的感觉 你抓着强弱的感觉 你就忘记 能够让你知道 强弱感觉的那天心 也从来超越强弱吧 对吧 要是没有那个超越强弱的 这念心 你哪里能够感受到 世间感觉的那种琳琅满目 因为它在 是强 是弱 它都能知 它都能变化 你才觉得世间有琳琅满目 才觉得世间生气盎然 你能够觉得盎然处是因为 这一念心 你那念本来面目 它永远超越一切年 它永远不是哪种念 你永远不能拿哪一个念来 衡量它 你才能够在世间上感受盎然 对吧 但是我们要是 只会抓着盎然 永远被开于觉 那就是根本凡夫 世间上的圣人 他是能够明白世间的盎然 但是他常注意决心 那还叫做忍者 忍者 道家是 完全的感觉 其实就是绝体呈现的 所以他永远就跳出感觉 站在绝体 跳出感觉不是没有感觉 他是更明白感觉 但是他整体是住在真心之中的 这是道家 叫出尘 佛门是 真心当前 何妨任其发挥 所以从此再道家此行 这是佛门 因为决心一定要讲到最圆满处 决心一定非一切法 可是呢 到最后要告诉你 你真正知道决心一定超越一切法 对吧 最后才告诉你 决心它能及一切法 你才能够 把决心讲完 就好像静子 静子一定超越一切静色 静子一定不是青黄赤白 你懂得静子不是超越一切静色时 将来看到静色 你就不会再被静色的势力所迷惑 你就全体站在静体看静色了 因为你都住在静体上 周一天就告诉你 那静体当下都是静色 你何必还有个静体可住呢 全体是静色 你将来知道全体是静色时 你就再也不是过去抓着静色流转的夜里 那个才是中国老祖先讲的真正的入室法门 他叫入室 他才能够入室法门 所以佛门之中后面讲的道家词号 回入娑婆的菩萨道叫入室法门 你要是根本心里还没有出室 你不能说入室 因为你还在世间缴绕了 怎么叫入室 入室一定是你从外面进来叫入室 所以你要正的那个出室 就像老庄已经是出室的智慧了 你才能够再去担当世间的变化 那叫入室 那叫入室法 觉得快者谁 念念不随那个 连一根都不随一尘 习惯的念念都能够回光 再说 他就是经常两边板 要不就是在世间的这种 向上脸会沉进去 时间向上沉进去不是坏事 但是修行人他一定要有一个 心里面的方向跟担当 既然世间的众生业力 他一定会沉 就类似我讲的 镜子现前的时候就是镜色 你叫他不沉 怎么可能 因为他全体就是镜色 决心现前就是感觉 你叫众生不沉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虽然是跟你讲 在感觉上面 你要善用于根 或善用于觉体 但是你怎么知道善用于根 你知道吗 就是我那天上课 已经跟你讲过 就是在沉中明明白白 什么是根 不是沉 后面真的有个根的作用 而是全成是根 怎么样才能够发明全成是根呢 就是你在成中 你要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那个成就是根 不用更说明明白白 过去这种话 一般反复听不出来的 过去我们的明明白白 你是抓了很多的业力造作在上面的 将来你的明明白白 是你连业力造作你都知道 你在做什么 也就是我跟你讲的 明辩因果 不怕你一看到是像 其实每个像中你都知道 我看到这个像时 我是什么心 我启成的是什么觉 它会造成什么行为 然后这行为 它会变成下面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它会导致下面那一念心是什么 或者成就下面 所有的一些心像 心形是什么 其实 其实没有 对 就是你要学会这样去 去做官 这种做官叫明辩因果 明辩因果是一个 最初修学佛法的人 最初应该下手的地方 你能观察维系时 说是这个决心的不可思议 你将来观察维系时 每个念头一线前 你就能够把那个念头的 因缘本末都能够看清楚了 那不是像师傅讲的那么复杂 一步一步下去观的 不是那么复杂的 熟悉你就马上知道 原来我现在的心中的念头是如此 那个心气是如此 假如我这样做 那个将来带的行为是什么 那已经是在每一个念头上面 每一个你说的像中 已经在解释像了 将来你看到还是感受 还是倾向 可是你每一个倾向之中 都能明辩因果实 其实你已经慢慢已经懂得 什么叫用到根了 因为 这个我好像 应该是从去年 就问过你 我好像 我现在可以做到了 就比如说我要 此时此刻我对这个人 或对这个事 有一定的不好的念头的时候 我马上把它给掐掉 而且还会知道每个念头 我这个心气是什么 对不对 它可能会影响我将来 什么样的念作用 对不对 那我可能没有想的嘛 我只是想 这个不行不好 然后我就在那一下 我就把这个念头给灭掉了 就你不要有 我现在就尽量抱着那种 空碑的那个心 就是我对人对事 就我不管别人是什么样子 我尽量想 不要有就分别心我理解的 就是以往我的分别心很严重 我就这个不喜欢 那你不喜欢 我就会有各种样的定义 我现在尽量不要让自己 有这样的分别心 然后做到没有 这可以处事是可以发自我心 但他刚刚问的是怎么样行持 你要是真正要在 要在层中找到跟踪的作用 就要更争一份心 你就要去明明白白 因为你明明白的时候 将来你会发现 你就再也不是那种感觉一现前 你只抓着感受最末梢的人 你只要不是感受的末梢 其实你已经用到跟了 对吧 已经用到什么叫跟 跟你已经知道了 什么叫跟尘 对吧 眼跟才有色尘 你只要不是感受的末梢 你已经用到跟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感受像现前就是跟 只是他现出的那个像是尘 你只是抓着那个尘中的像 从此暧昧于跟 对吧 就好像镜色现前 其实你看到镜色 你指的镜色那就是镜体 不是镜色外面有个镜体 也不是镜色里面有个镜体 而是全体就是镜体 那你如果在镜色上面 以模型出镜体 就要下功夫了 所以它不只是 世间的一种行为 那是它是要修行上 真的当下在每一个作用上 都能够看到跟踪的清静 那就要多一份力量 多一份思维 那就要多一份思维 没关系 那要多一份思维的 真的像我这样做 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那样的做法 有很多东西是你要甘心先放一放 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 你要在任何事业上 生活上你都能这样关 那你是大上上 大上上跟人 那是绝无可能 对很难 所以你才知道出家有多必要 出家就是专修嘛 出家像 献一个像 那个像法在心中 那个律动 有多必要 有多谨慎 所以出家人讲 都会告诉你 你是绝对可以证得如是法的 所以在家菩萨在修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衡量 假如你真的是 就发了好心 好要精神 绝对不让精神虚度 那你可能在这个上面 就会去规划你的人生了 当然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真心投入 就为了大道 为了这一生不要白来 你就投入了 因为你要先知道道理 你要相信你的所谓 你也知道 觉得真的能够如是学 如是观 将来就能如是正 你就能够发大心 师父我刚才说的 我的那个感受 是不是还在皮毛中 皮毛 不是皮毛 但是你这个做 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将来呢 因为毕竟不是在跟上掺的 将来可能就是 这个要告诉你 因为人生 有太多不可思议的顺利境界 所以要逆境现前的时候 你还能够秉持那一年发心 都是将来生中的善根 都要能够心定得下来 因为你还是用 就是刚刚师父讲 还是用自心中的感觉 在做现在的行持 那跟那个感觉之中 明白跟是不一样的 明白跟就是已经超越感觉了 因为他觉得感觉 觉得感觉 那个跟啊 你觉得感觉 跟都不是感觉 对吧 所以他可以站在跟中 明白感觉 但跟不是感觉 所以将来逆境来的时候 他一样知道逆境来了 但是跟是亲近的 他不随逆境说 怎么样的对待 而是他永远常驻跟中了 那有点常驻跟中 但要尝到跟中的一点亲近 你就不是过去反情上面 只是对待中的检测 这就不用了 何况师父讲的是决心 讲的是决心 你刚刚拿到六祖师 先讲跟 再一个女众 要是在那个山上 不小心受到什么伤害 那一辈子的道心 那一辈子的道心就不可能有了 嗯 嗯 师父我觉得 有时候觉得会念头啊 嗯 会有时候会放在 一下会生气 嗯 嗯 有时候觉得讲的 那些爱情 是吗 有时候 以后我有会有会有的 嗯 有时候 但是马上也会想到 哎呀 刚才脸不对 嗯 比如说 这特别是以前哈 比如说最近这一年 我看到那个文字啊 他老 我就觉得他 我就想打他 以前还不会很奇怪 现在就还蛮弱的 老是来来咬我咬我 还不舒服听到嗡嗡的 好影响我 就想把他打掉 这样 这样 以前 我觉得我现在怎么会 现在就比较谨慎一点 其实在我们现在 不管是让你在平常生活里 发慈悲心啊那些 都只是方便接引 就是出击人 能够入门的 真正佛门之中 最初开始 你早懂得下手的 还是师父平常教你的 就是从根中开始要建立 你说哪个行为该怎么样转 哪个行为该怎么样去改变 哪个什么行为该提起什么正念 其实他都还是在最初 你资量位的见词 那当然世间的行持 行仪一定要有 但是你的目的 行仪的目的就是 你不在随着时间感受流转 你只要能不随感受流转 就应该当下回光 就是在跟上参的 所以你看自古以来 南传的教授 或者是北传的僧团的教授 他就再也不是世间上 在行为上的礼教上面的约束了 他就直接告诉你 教授本来面目了 哪怕是根层中交 或者在决心中交 你那个想法就要告诉自己 我譬如说有的时候生气 我怎么克制生气了 你就要提起自己 我因为生气 不是什么样方法能克制的 是因为被觉过 因为为什么会生气了 一定是忘记跟踪亲近过 所以他再也不是用世间去解释 你用什么样的行为 去表示你的好心 用什么样的道理 去再解释你的行为 都不是你只要直接告诉自己 一定是忘记跟踪的亲近 所以他的教授就告诉你 你的跟踪本来亲近 没有亲近 哪有那么多感受 你的决心 你的一切感觉 一定是决心现前的 没有决心 没有那么多感觉 所以你就会在决心中参 这个时候是表示 最初的行者 心底中一定有个固定方向了 那个方向 已经不同世间用度 它是超越世间所谓的修行的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调教做什么 那就是很多经中讲的 譬如竹子 它是破竹而出 直接要穿竹而出 就再也不是世间 你看到的 以为那种习惯 法度之中 一节一节的去体会的 不用 你直下担当 抉择者谁 那为什么会流转 被决 那你在讲进被决以后 你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你觉得的那个心态都被决 对吧 你还是用感觉这个区块 在解释那个心态 那个心态还是被决的 因为你的觉得这个感觉 觉得那个心态 那个决心都超越它 你为什么不站在决心中去体会呢 所以你开始既然要下手 既然要 还是要用你的岁数 要用你的时间 要用尽你的发心 为什么不发在旧静心上 为什么不发在 你真正照见你本来面目上 能够发如是心的人 叫最初发菩提心人 最初发菩提心人 那是完全不同的下手处 所以世间你要说 譬如说儒家 或者是老庄还是出城的 你要说儒家 或者一些世间善行 他会在这边跟你约束 这个心态不对 这个心态应该要换个心态 这点心不是慈悲心的 那佛门不是这样说的 佛门就告诉你 不是慈悲心 是你忘记崛起 当你要正的如是决心 决心它本来就骗一切法 它本来慈悲 它本来就慈悲 你不必可以照做慈悲 因为没有一个感受 是离开决心线的 所以它一定能信一切法 决心一定不坏一切法 因为决心绝对不会坏决 一切法向前其实就是决 决不可能坏决 所以它一定不杀 它一定没有 没有轻损 不会轻损 决心不会去霸占任何感觉 它不必在决心上 在盗取去轻损 去侵略任何感受 所以决也不会盗决 它也不会有道解 它也不道解 决心在看到感觉时 它根本不必去投入感觉之中 再做种种造作欲望 因为决得欲望都是决 何必还追逐欲望 所以决绝对不邪影 决就不邪影 它是在后面说的了 在前面的控制 只是扎扬善根 将来你会突然发现 用尽于世间的思维 用尽于世间的行为 都不是究竟 你会发现你还是承认在那里 为什么 你当然要只是被决 决心其实跟感觉就在一体上 可是就在一体上处 你要是完全只是看到感觉 感觉这个区块就是轮回 就是颠倒 就是一叶感 就是造作 就是你做不了主 对吧 就好像镜子 其实它就能现色 现色就是镜子 可是你看到只是镜色这个层面时 那个镜色就是一定随着黑流转 随着白流转 但是这么强烈的流转 其实就是静体 对吧 你站在静体 你可以知道流转的叶音本末 你要是忘记静体 就是只是忘记 为什么说忘记 因为它不是二 从来不是二 你忘记静体 静色就一定流转 所以只要你被决 就一定轮回 被决一定是叶感 对吧 就是这讲到 佛门中才讲到 必尽善行 必尽善根 所以世间法中 你再用任何的善行 怎么样修学 将来还受轮回 就还受轮回 文字面上的东西 你很难去体会 譬如说像这五音 那只能像刚刚是 师父在行者的基础上面 你才能够慢慢去 让你去体会一下 因为 其实有的东西 一定要是像经文量子 它要随着经文 而且你在参 随着经文以后 它一层一层 把五音之中为你掀开 那其实五音就是一个决体 但用到世间繁琴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五音 那师父只能暂时就是用 平常教授你们的行门 让你们从行门上面去体会 要怎么样去像经典一样 揭开它 我不是叫你在每个感受 去参吗 其实你倒是真正敢去 面对前前的 就是过去执着的感受时 现前的感受 在我们的众生的夜感 最末梢 其实你是抓着那个 感觉最末梢的直向上来说的 那其实是色音 色音是 你就是抓着像中说感受 像中说意识的 那是完全是着像的最末 最厚重处 那是叫你在那边参 参久了以后突然发现 你看得到那个感受 但你已经不是它了吧 不是它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明白感受 你看得到感受 但你不是那个 只是那个像 就类似于最初体会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但是你是明白它的 你是反而 你越不是它 你越明白它吧 那个已经叫做 你已经慢慢 我是照这个方法 跟你略说 我不要 再略说 这已经已经打破第一层 可能叫色音 消 也不能叫色音近 但那个时候 完全你还明白它吧 那受音还在 受音还在 那将来你再惨 因为你还是在感受上惨 你在感受上惨 已经不是色音了 其实你这重点 就是在受上面想了 受上面你还是知道是绝吧 你还是知道是绝 所以那个受中 你慢慢体会说 那个受 受的强烈 受的种种势力 其实不过都是什么 不过都是想而已 都是你在随缘 起成那个像 所以你念念还是这样子 一直看着 一决心还是在感受上 那已经就不是 眼前的厚重了 在将来你会发现 那个受 受就是那个势力 那个感觉 你是明白那个受的 你也是一步一步 往后不断地出离 那你明白那个受 那个受会变成什么 你会知道 那只不过受 我说的受 就是那感觉 势力再怎么强 不过就是像而已 就好像你画那个 画图画 你画那个 譬如说风势 雨势 或者像那个 河的大海的气势 不过就是色彩而已 你会发现 那就是像在心上而已 但那个像在心上 那个想 已经不是在过去色质中的 那个最后中那个想 后面讲的那个想 是像整个沉着于心 那个想是流转的 那个想其实它是什么 那个想中 它是情比较重的 情比较重的 现在你是发现 那个想 最初你明白 那个想是那个想 那叫受音静 你已经看到响音了 不能讲静 想消 色音 就受音消 已经是响了 但你还是行者要念一念 还在上面猜 对不对 还在决心中猜 所以你再看到感觉时 你是对着想中看的 对着想中觉了 那想中 你会发现想是什么了 想就是你现在 每一个感受现前时 你的试音跟它交流出 对吧 试音跟它交流出 想 那个是你比如说 你觉得强烈 或者觉得冷 觉得热 那不过就是 你决心随缘时 那个交流出 你只是去明白 它的交流出 就也就不是 跺在刚刚讲的 那个像想上了 也就不是 那个像在心上 那个想上 那个已经懂得什么 那个交流 你已经看到 行音流步 你已经看到 那个行音 就是你知道 那个智心 决心的流动 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交流而已 就是你随缘的交流 你再也不是前面 色受想中的厚重 你已经体会那个交流 它一步步可以让你心拔出来 体会那个交流 那叫行音 那已经最维系的 那已经很维系了 行音其实你会发现 行音就是一个意识状态而已 你觉得有交流 你觉得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一个意识 最后行音都进 回到意识中来 那是试音 但是试音是 试音虽然是在最后最维系的 但是试音是最恐怖的 所以它是 也是最直接 众生过去就在试音起初 过去的试音起初 就是直接流浪的 所以常说 为什么寺庙的大门 这个那个门垢 里面就是迷勒 外面就是众生世界 意思就是 你越过那个门垢 从此以后就忘记了决心 你要如何看到决心呢 就是在你过去的感受里面 你要去体会 它其实就是你的 意识之中的本来的作用 就是你要进到那个门垢来 看到那个试心 你要先懂得认得那个试心 什么叫认得那个试心 你要过去的一些倾想 一切造作 你都会知道原来都是 试心的作用而已 对吧 你可以觉得有喜 有怒 有哀 有乐 但喜怒哀乐 哪个不是试心作用 试心永远是一 绝对不是二 你能回头去看 那就是踏回那个门垢 所以试心的是最维系的 但是为什么它叫音 你知道吧 本来决心开始从决入决 它根本就是决心之中的 本来的担当作用 但是决心一定有个像 什么像 决心担当作用的时候呢 它会随缘好像贴着 贴着那个圆 开始形成流布 贴着那个圆就叫音负 就是音负 就叫音 但是事实上 连贴着那个的音 也是你的决名 对吧 决名现前处仿佛有贴 它只知道那个贴 可是它整体交给那个贴时 你就觉得好像 整个都作音 什么叫整体交给它 就好像镜子照色之时 镜体上面整体就交给色 对吧 整体交给色 整体交给色时 你是不是感觉到 好像整个镜体 就贴在色上说话了 事实上贴在色上说话 不就是镜体的光明吗 对吧 因为镜体跟镜色 永远是一 假如贴在色上上面 还有一个镜体的话 那就是二 那要是二 你也不会知道镜色 它为什么能贴呢 为什么整个镜色 就变成了 看不到镜体了 整个镜体 拖出的就是镜色了 为什么整体能够如是交替了 因为本来如是 本来是一股 它才能够这样子成就 它才能够 才能够为众生显静庄严 所以看起来 本来就是镜体的 根本的 本来的这个镜照 可是现出镜色来 你就仿佛好像贴着镜色说话 贴着镜色那个感觉 就是阴现前了 就是阴 所以阴呢 我们常说阴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就像月亮 太阴 它不会有光明的 太阴的光明都是太阳照的 你说的阴中的感觉 它是没有感觉的 真的你要说它感觉 是你的决心给予的感觉 还是绝阳 还是那个 事实上还是你绝日之中作用 但是你现前是不是就是阴 对不对 你要知道那个阴时 整个事就回归了绝阳 就回归绝阳 你要不认得那个阴 背离绝阳 事阴就是流转出 开始起成阴附 所以那叫 这叫这个 前面的这叫五魔 五种 阴魔 阴魔 这种阴魔就是 你忘记绝阳 就起成阴魔 从事就会感觉到有形 就感觉到动作流出 从行中 于是乎你就一定抓成像想 像在心中 从像开始 你就随像说像就是感受 随像说像就是感受 抓着受以后 就会 为什么说受 一定还有捕捉 捕捉虔诚 那就变成了色音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出去的 将来一步一步叫你回来 但是 怎么出去怎么回来 行者只有一种担当 也就是法华经中讲的 唯此一事实 于二则非真 什么意思实 就是开示误入 佛之之见 什么叫佛之之见 任何感受 你觉得有那个音符的感觉 觉得你找不到觉体 觉得感受再深 你都知道 觉得再深也是觉 觉得感觉不到也是觉 对吧 你念念之间就要在什么 就要在你过去 众生所习惯 一定是随它流转的 任何意念的念头上面 你都要念念之间 稳住那个心念 告诉自己 不过都是一体视觉 将来你就会站在 决心上看感觉 因为你现在都在 决心上看感觉 你就是不认而已 什么叫认 认最初是 你连一点声音 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怎么认 你要有点声音 有点道理 你敢在心性之中 敢于担当 你就突然发现 你将来就会站在 决心中看感觉 因为过去在感觉上 也没离开过决心 对吧 你没有决心 哪有那么多的感觉 所以佛门之中 讲尽道理 就是灌输在众生心中 有一个声音 相信原来 我早聚如来万德庄严 你早聚时 就在每个感受上面 你知道它其实就是决体 你只要知道这个道理 要是真正发了赤诚心 要想学佛的知道道理 不是我讲的是 虚妄知道 我说我知道道理 那心里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学习心的 他那种知道叫狂妄 我说的知道 是真正赤诚恳切 知道那个道理的 他将来就会在知道之中 他就能回光到这一点上来 因为你天天在用 你天天在用 这是讲到阴谋 所以我说那一层一层揭开 你要是不用 你在哪里去体会 说师父讲的色音 什么叫色音那个区块 对不对 什么叫受音的区块 你感受不到那个作用 体会不出那个作用 但是师父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怎么样都是从每一个念头 最初开始下手的 每一个感受都告诉自己 觉得者谁 你要是提不起这点 觉得者谁 你就提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寿无量光 因为那是反过来思维的 无量寿无量光 觉得感受就是无量寿无量光 你怎么只认感受 不认无量寿无量光呢 对不对 那个作用是一样的 那作用是一样的 但是你只要肯做 你作为天你会发现 你就站在决心中 去看感觉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会在感觉上面 去忘记决心的呢 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觉得音其实都是决心在作用的 你根本没有躲在音中 你只是着相而已 就一直着在那里而已 对不对 你站在决心中一定明白感觉 你要站在感觉上面 一定忘记决心 就如同镜子照射 你站在镜体上 依旧任其照射 你要站在镜色的角度 你一定忘记静体 你一定随着镜色现黑 你随它说黑 镜色现白 你随它说白 就随其轮回 随其流转 就这样子 都是如此 但是这么强烈的轮回流转 是你的本来面目 因为决心现前就是轮回流转 谁敢在那么强烈的轮回流转里面 体会决心根本不动 你是行者 为什么不动 要是动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轮回 要是动的话 你根本看不到流转 能够在轮回之中明白轮回的 那个第一一定不轮回 对不对 能够在流转之中 都能明白流转的 一定它不流转 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 不然你哪来知道流转 所以我们都说 哎呀我们是众生长寿流转 事实上是你根本不知道流转 你怎么会知道流转 你要真知道流转时 你已经站在决体了 你已经明白决体 你已经知道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了 尤其是中国佛教 在中国 中华民族的文化上面 是不可分割的 真的不可分割 你把佛教文化拿走的话 中国文化它缺掉三分之二以上 大部分以上 当然我们有些老庄文化 孔子文化 但是你会发现 最后将这些儒家庄子的文化 更发扬光大 于是佛教文化 佛教虽然从印度来 但是到中国它才能发扬光大的 才能发扬光大 才能够把佛教一支延长至今 延续至今的 也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老祖先像孔子 像老庄 他们老祖先中 就是在心性上面下手的 在心性上面下手的 他才能够将佛门之中 心性的根本的道理 他才能够一直秉持 延续下来 不然难 不然太难 所以绝对不是一样 我们现在一般看的 只是在佛前 烧个香你保佑我了 烧个香怎么样 但是你要用到这一念 真正学人的发心 你像圣 像贤 那同样少一株香 但是你知道那株香是什么 是弟子念念之间 要跟圣贤学习 念念成就的这种 心中的愿力 那个愿力不一样 你想那株香 你会发现 你就会潜移默化 你有一分潜移默化 那个是真保佑 什么保佑 心态不一样了 你就根本不在乎 那些什么叫逆境 你就有那个担当 那个才叫做不轻 不损 那叫真保佑 那个保佑里面不靠怪力 那个保佑里面没有委屈 那是心性的坎然 担当 这种过程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种心中的 心性中的作用叫什么 接引法门 这是真正讲的接引 所以净土中讲的接引法门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用的 以绝应绝 对吧 要是世间没有接引 你看到大山 大山不能活你 看到大水 大水不能壮阔你 世间是死的 你看到一个好人 就是小孩子看到模范生 模范生 他不能够去改变他 那这个世间就是死的 就是暗昧 为什么这个世间是活的 这个世间处处都能接引 只是在负面上 我们不说接引 负面恶习上 说什么 就是说被感染 对吧 说沉溺 沉沦 但是事实上 众生躲在恶恋中 也是常常被人家影响 不是吗 对吧 就是如此 这个世界上作用就是如此 但你要善用这点心 你连向圣之时 你有很多的烦情 你想要去刻意去转你的烦情跟意念 你转不掉的 因为你一直抓着 现在我是如是业力 你想要转到如是念头 是无有是处 你换一个环境 你就发现 过去你所执着的那些念头 自然就不存在了 这个是中国老祖先早就告诉我们的 孟母三千 孟母三千就告诉你 谁有一定的个性 所以儒家知道 原来环境变了 个性会变 所以他会善用一些善法 转变自心 所以叫信相近 习向远 狗不掉 信乃迁 佛家是更增上一步 既然环境变化之中能转 那能转时 那我这点心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 原来他一定是非种种法 他才能够转种种法 所以他从此以后 他是站在心性之中的非种种法 善用一切转 善用一切变化 所以他更能善用变化时 更证明他非种种法的超然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下手处 那这个因地心中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这样你懂得 古兴实魔了吗 只是师父知道讲完以后 可能只能给你一些念头上面的希望启发 但是这中间还是要你去体会的 一步一步你要把它掀开来 那一步步真的要下手的 千万这一生学佛真的不能停留在 像刚刚我跟他 法号叫做 妙音 妙音就是刚刚问的问题一样 我们只是 比如说这个念头转了 那我们和他把它拉回来 这个念头怎么样 我们只要把它稳定在那里 不能只是在这里 这只是一般世界人的下手处 这样佛门行者就要从根本上教 佛门行者就要从真正跳出生死之中的道理的意志上面 去下手 那对你刚刚讲念佛 那当然有的人就说 那念佛就好了 学这么多 错 你真的念佛的话 念得赤诚 突然有一天别人跟你讲说 要应该在心性如是学 应该会接受 为什么 就好像我常常清静大山 刚开始不懂大山的气概 因为念大山故 念中就有决心 念大山故 于是潜移默化 我心中就有大山的种种气概跟道理了 别人再跟我说 你在气概之中应该要再怎么样增益 在气概之中要看到如何保持如何心性 你应该欢喜 你应该听得进去 就是法华经中讲 若真有发如是心的 不信赐法 绝无是处 因为心境一定是如是长样的 绝对不会有一句说 我听你讲完 然后说 我还是念佛好了 我先到西方去好了 这个念头一念都没转 你怎么到西方 就好像我心里面常常有模范生 小孩子读书有模范生 那突然心中他要是一点都不转 模范生的行为 人家刚刚的行为他也不学 他只要先有模范生就好了 那他心念是不会转的 永远他不会争议的 所以真正的真意 有的时候是做现前的考验 当下为你的验证 真念佛 你要真念佛 我给你讲如是心法 如何不能体会 如何不能体会 你要是讲如是心法 虽然不知道 但是但文如是心法 心中都能够启程无量欢喜 那你过去的念佛 绝对功不堂诀 绝对功不堂诀 因为譬如说 心中有善人的名字 你常念善人的名字 久而久之 心胸应该会打开的 人家在天里想 什么叫善心 什么叫善性 应该有什么样善终的坚持 你会欢喜学习 因为你会懂得 你学的这些 就是更坚固那个善人的名字 对吧 这次心性之中 一定是如此的 为什么如此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就是现代净土门中人 常常在这句话上 没把它讲明白 这叫一门深入 深入是哪一门 心 心入这个佛号 佛号是明目 就好像沉船出海 你要有明目 所以佛号的 尤其是六字鸿鸣 你要是懂得 是持明念佛 不过就是明目 什么叫明目 一个凡夫不懂怎么样向道 一个凡夫不懂 什么是人生 但是你心里面 常常立的明目不一样 你突然发现 将来你所谨择取向 会不一样 知道吗 对吧 一个恶人 为什么他种种有恶行 有种种恶性 因为过去他接触的明目不一样 那明目换了 他就变了 实际上是明目 所以这个明目里面 你就相信 尤其是这个佛号 是圣人佛号的 圣人名号的明目 这个你只要有圣人的名号 他一定能够入一切圣系 叫一门深入 那是约心性上说的 心性上说的 这样子你才知道 那句佛号 绝对不堂捐 那也绝对不是 一门深入 我只要抓到这个功课就行了 其他的我都不要 那只要抓到这个功课就行了 那只有一门 深入二字怎么解释 对吧 只有一门 深入二字怎么解释 所以就好像 我常讲的批语 一个做画的人 他刚开始 真正他只是在学做画 但是心里面投入的时候 他会在别的 做画是色彩 可是他听你的声音 去闻到那个香味 他都可以入画 他可以入成色彩 为什么他能够 走进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境界里面 他都能够体会 那就是那一门的专修 那一门的真正专精实 他能够普射 都能够融入这一门来 学音乐的也是 学音的人 他就听的是声音 可是闻到气味 看到图像 他也可以把一个像 谱在音符中 对吧 真正的音乐 乐律 他是可以把像 谱在音符 音律里面的 会听音乐的人 听到这个音乐 都知道 这个曲音是讲 大山的气概 大水的气概 他把那个形容 都可以形容得出来 他不是也是深入吗 他也是一门 所以一门一定能深入 但是深入就不是那种绝对心里面的那种自我障碍 不是 那绝对深入 不会啊 不会不会 那你问吧 能拍到吗 可以可以 这次问一下感受上的啥 感受 对就是 嗯 那个 那个 睡 睡 刚睡醒的时候 这个手脚都不能动啊 嗯 感觉跟那个 跟那个打坐完以后呢 感觉很像 我就是想问 那种睡眠中和那个 打坐的时候 比如说进入一些 那种 不能叫御界厅 就类似于那种 那种状态和睡眠的时候 它的相似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有点像 你那个打坐 那个不叫定 那个叫昏沉 有的时候 虽然是不能动 开始其实还是很清楚 只是说四肢它好像 会没有力气 嗯 其实也不过来 但是我说那叫做昏沉 那 那个就算 你说那些心中很清楚 清楚也是昏沉 嗯 我们现在一张的眼睛讲话 还要告诉你 如梦如幻 对不对 都是 处于昏沉 坐不是只要你在昏沉中 清楚是让你是 我所谓的清楚是明明白白 对吧 所以 你连 觉得打坐时 你觉得脚不能动 你只要明明白白 觉得不能动 清楚那个不能动 你觉得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觉得你还清楚 这每个清楚之中 你都要清楚啊 你不只是抓着过去的清楚 过去清楚 像现在我们的感受清不清楚 唱的唱的过去 不是 现在感受很清楚吧 可是现在这么清楚的感受 师父还要叫你觉得感受谁啊 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在打坐的时候 就是训练那一念决心 就是这个 为此一事实 你要是在 我觉得清楚都知道 觉得是谁 你又突然发现 好像任何感受都很清楚 对吧 可是你觉得在这么样 清楚的感受里面 所以这叫苦行 这叫难行 这么清楚的感受里面 你要有一个 惠日单空照的感觉 你突然会发现 能知道清楚的 也不是过去 你所习惯的那个清楚 也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 现在感受不是很清楚吗 这么清楚的感受 我还要告诉你 你觉得这是谁 对吧 你要在这个上面 离出一点道理来 将来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连觉得像过去的那种 你认为的清楚 你就会当场 当场有一个决心看得清楚 你的清楚 都不会再被你 当成意念上 执着 以为真有如是清楚想 这个时候 你念念都在那个清楚中 你才叫慢慢修定 其他都不是定 其他的你自己现在去体会都知道 那都是感受在变化 感受 假如说你是在师父的那一个心中讲的话 你的感受再怎么变 它都是清楚而已 我觉得定 觉得者谁 我觉得不定 觉得者谁 我觉得昏沉 觉得者谁 我觉得不能动 觉得者谁 对吧 你听我讲完 对吧 那个将来你在这个上面 念念不变你现前的过去所习惯的 不管是在意念中的 生根中的任何变化 再随其束缚 再随其 不断随其波动 我说你已经慢慢在开始修定 所以定 上次在上课你应该在 最初的定日叫舍磨他 舍磨他 怎么修 大者 就是大者 舍者一个大一个者 你要拿那一念心中的个大 看一切感受 对吧 而不是都在感受里面 自己说是清楚 不是 你连清楚都要告诉 清楚者谁 所以后面的清楚 他是不能用任何言语 说他是不是的 前面的清楚 你可以说出来 我好像很清楚 事实上已经落在尘埃中 所以后面的清楚 他是超越一切念的 对吧 所以 你要是真正用到那念清楚时 将来人家说清楚吗 清楚亦不可得 才会有这句话 你要是站在过去 你以为的那个清楚上 你在说清楚不可得 不是自己 在那边缴绕吗 自己在那边 自己做这个迷糊吗 对吧 那个清楚就是清楚 因为那是感觉 但是后面的那个明星 你能清楚 一切过去 众生也感到清楚 那那个呢 那个女生觉得说 我还有个清楚吗 你都知道 觉得这是 你连那句话都不住 所以那个叫不可得 你习惯时 那念心是 默然不可得 这个是要修的 你要是一点都不去体会的话 很难 因为师父在怎么讲 很难去体会 那出家人就是 天天要在这个上面参 你说在家要参的话 当然你要发个心 参 最少能够摸到一点边 因为太多的时间嘛 你一下腿子一下坐 眼睛看你就出去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说 每个念头中有一个觉得者谁 对吧 清清楚楚的见 很难 非常难 你马上就随着他走 船一吃饭你会发现 你是抓着感受 抓着感受 所以 在另一经中才讲 任何 只要你一举手 就是信天导 对吧 但是你要随会正变之 在感受之中 你要知道正变之 信天导就是地藏经讲的 众生起心动念 吾不是罪 吾不是业 众生这个区块 那都是流转的业力啊 但是这么强烈的流转业力 其实都是你的决心 对不对 都是你的决心 但你要忘记决心 那就是随也流转 你要明白是决心时 你就根本不会在夜上造作 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常常就要觉得很亲近 你就告诉自己 亲近是本来亲近 你要正的那个本来亲近 不要刻意再找到一个亲近 什么叫本来亲近 要感受你过去觉得最乱的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自己 本来亲近 这个本来亲近 所以我说有很多佛门的这些话 他不是跟一般人说的 他是跟行者说的 什么叫行者 就是念念之间要找到决心上说的 什么叫本来亲近 就像近色看起来都是种种变化嘛 种种势力 但是这个 他这个变化的势力上面 其实就是近体 你要站在近体的亲民说变化呢 你根本不必去破坏变化之中的造作 所以他本来亲近 而且你在近体上说那些变化呢 那变化也就是近体的发挥的种种像而已嘛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真正染污可得 因为近体上哪有染污 近体上真有染污的话 他下面在变换时他就不能变了嘛 所以任何黑来现黑 黑不能污它 白来现白 白不能染它 那是近体 所以他本来亲近 所以假如说你在感受里面找到说 哎师父我觉得亲近了 那这点心跟过去不亲近同等业力 因为觉得亲近跟觉得不亲近 都是 你抓的亲近不亲近都叫被决 都叫被决 你要是从决心看 觉得亲近跟觉得不亲近 你就不是在亲近不亲近上想要灭 想要变换的 你就当下知道 你就根本不做动作的 站在决心上面 你是没有 你是不需要任何动作造作去改变它 你会能够找见本来面目的方向 就不要再浪费光阴 我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光阴可以浪费 你们要用 但我们是出家人了 讲这个好像不是在跟你们比较 但你要用到熟识就是这样的 像我们这个还是基础 用到熟识我跟你讲话就是 清清楚楚看了每一句话 对吧 你要习惯了你就念念之间 你就不是过去只是抓着感受说感受的 你一定有一个清清楚站在那边 其实内念心不选 内念心过去在儒家讲的就是在明明德 就产生一个明白的心 它是用明白的心看一些感觉 他就不是用过去抓的感觉说感觉 所以他才能跟你讲旁观者亲 对吧